現在我會說Cloud Spanner,其實很厲害,運原生的數據庫 Cloud Native,有什麼特別呢? 很厲害的地方就是Global Consistency,這真的是Magic 它完全承管型,不會自行主義的VM,打橫的Scalable 一部不夠變兩部 Relational Database,即是Multi-Version,即是DB可以有Version Control 即是有特意的,你可以改完先買舊的配合 即是走出來 好啦,其實你知道 Relational 又可以支援Transaction 又可以做得到 Non-Relational 打橫加的效果和SLA 即是近乎No-SQL的優勢和No-SQL的優勢都齊了 即是一個混合體最厲害的數據庫 不過你看到那個Setup,其實就不便宜了 因為真的不是大Project,就想清楚才好用 其實現在的Setup,簡單一點就是這個Example 其實它怎麼行為,說笑很簡單簡介它怎麼玩 第一樣,假設這次玩一個Version 你看到Multi-Zone只是一個Version的Setup 我們設定了它,說它有四個Note 即是四個VM 其實你看不到,因為你不會Lock in 那就是四個Note,你說Note 即是VM Storage 又會切開 其實你也知道,Database 你搞清楚,你可以有一個MyCisco MyCisco裡面有幾個DDB 即一個Instance裡面可以有幾個Database 一樣概念,一個Spanner的Instance裡面可以HOST幾個DB 即是這次有2個DB3個送 當然可以Global再去 但這樣看之後,其實就是會怎麼運作呢 第一件事,你留意一下,為什麼會這麼抽得呢 其實就是一件事 就是傳統的數據庫 是打直看的 即Storage 和Computation 是同一部機 這個是Traditional,那些DB一定會黏著 但如果想靠,你就運算和儲存應該切開 這裏第一個好處 看到運算和儲存切開 就可以上有上加,下有下加 還有一件事,上有上塌,下有下塌 你這裡虧了一部機的話 其實那DB就沒有東西 那你一換一換一部VM的話 其實基本上不用管 拍些事務,只要換一個Computation 那你上有上加,下有下加 上有上塌,下有下塌 其實可以做一些很棒的東西 那大家要做到這個所謂高可用性 即是這個高可用性 High Rability 和 High Scalability 即是這個叫 Scalable 即是頂達,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Zero Downtime for Maintain 其實它暗壓底 其實在一個Disc Level 裏做了這些 因為其實Version Control 裏做了Disc 以及它 Partition 了一些東西 切開了一些東西 那第一個有一個概念 就叫做 Spread 對不對, Spread 即是 Table 每一個 Table 其實你可以這樣看 它有一個 Speed 每一個 Table 其實你 其實你玩開 Big Data 的東西 你看到全部都是這樣說 其實叫 Sharding 我經常說 Sharding 其實有時候就用 Hatch Key 去做 總之我就分了一節 你就說我和你切一節 那其實你有 Primary Key Primary Key 就是 In Order 這樣做 即是它說 Order 這樣做 就是它說 Primary Key 你應該是 Order 就是Number, Whatever 你的Primary Key 那你的 Table 就會 根據你鎖了 Primary Key 就斬開了很多塊 斬開了之後 就會決定放在不同的電腦上 一人做一塊 那其實呢 做到一個平衡運算的效果 所以很多的 Performance 都是 是可以多 Data 都可以 那接下來其實這個 Case 呢 就是 第一樣東西就是 玩 Sharding Solution 你預料到其實呢 就要自動去 Rebalance Dynamically 即是其實 你的 Data 會膨脹 你可能兩個 Charm 可以變成三個 Charm 其實它就 加多 Speed 加多 Speed 其實就 再拆好 Data 它就會暗下背景 其實Storeway Layer 做了手腳 很明顯就是 其實現在這裏就看了,第三個方法,你會有一個老闆 因為現在這裏有三個鬆 三個鬆,你一個階段,打直一個階段,打直一個階段 其實這三個鬆,即是三個group 這個其實是說Storage Layer,即是兩Layer 因為其實Magic的地方就是Storage Layer 原來你有一個老闆,即是選了一個頭 即是這裡放同一套Data,他就舉手 因為你三個就變成舉手,就是投票 投票就是誰拿到兩票,即是Random,誰拿到兩票 這樣就做老闆 做老闆其實就做一些決定,即是怎樣做一些事情 就是他作主 那你現在就說,那你選了一個老闆之後 然後就這樣問,其實剩下的兒子 即是Roll了一個老闆之後,剩下的兒子 其實大家都會繼續同一套Data 不過他就負責Write 即是他負責WriteIn,總之WriteIn的時候 他就Coordinate 大家同步 總之其實這個Case是誰 因為其實你怎樣說都是 即是現在你做到Transaction 即是要做到一個大家看到一樣的樣子 即是你三個Zone一定會同步 其實這麽大件事 其實都跟Google的Infrastructure 勁事 即是你那個Network 不是快到跳舞 根本上不可能做到這麽效果 其實你現在說我Write就幫你升 其實如果剛好有人WriteIn的時候 他在這些機構的WriteIn的時候 那他就要問他了 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他就說,其實總之我們回覆過去 兩個投票就做阿頭 然後你寫下來,一寫下來他就抄到旁邊 但如果你有人要讀數據的時候 那就是隨機讀的 因為他打直Write,即是VM在上面 他就直接插下來 那如果這樣插中Zone1 Zone1要給Data上回上面的時候 他就要問一問那個頭 那個頭跟他說你的Data已經是up to date 那他就立即上去 即是很短的 一下氣升很快 你同步嗎? 即是同步的 如果你不同步 那當然他就是 內容還沒得住 那他就升了他 然後再插上去 那他在大部分時間 因為這裏的Network很快 和這個Speed 就不是很大塊的東西 那他裏面再有顆顆 升來升去 慢升地升去 那時候每一個Speed 還有一個Leader在不同的Zone 很多時候你會知道 他不會放在同一個Zone 因為他在Random派 你看到每一 即是塌了一個Zone的時候 那又不會一起塌了 但塌了的時候 其實遊戲規則很簡單 你塌了就隨便 你吃一個普普普上 這樣就做個頭 那整個故事 大致上是用一個 這樣叫做 三個人投票的遊戲規則來玩 但要真的Wid的時候 其實他做到一個StrongWid的一刻 記住Wid也有兩個 即是現在是說StrongWid 不是隨便Wid 有機會不同Data 或者你不是說No Sequel的時候 有機會有些Data是不同的 照Read的 即是我們要快不要準 那如果你在這裡 其實因為遊戲規則 他Read的時候 剛才已經解釋了 就是他一定會問問那個頭 那那個頭 其實是知道 會不會升 因為你寫Data下來的時候 他是不是真的抄了過去 他清楚 那他作主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這個效果 那但是整件事 那個Magic 為何做得到呢 其實這個真是 講講 這個Google後面 叫Google Consistency 怎樣做到這個 詳細解釋 就是Multiple Region 即是不是Zone 應該是Region Level 那其實 第一時間有一個特性 因為那個Code 那個Zone不准 就沒得對 其實我對B會 即是有些東西 不更新的 大家都用兩個Zone 那Zone不准 但是Google 有它的True Time 的Technology 在後面 其實這些Zone 它在全部VM 就一樣 它做到這個 當然它的Network 就很快 快得很嚴重 然後呢 其實就是 剛才說的Transaction 其實都很刺激 因為它要抄襲過來 才可以做好Transaction 如果Network 是慢的話 這個Transaction 就等到死了 因為Transaction 就很慢了 其實這樣做得到 應該這樣做得到 但會慢到飛起 但因為它有自己的 redundance 和極快的Global Network 它就可以做得到一個 別人做不到的數據庫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 用Network 搭出來的超級數據庫 這個Spanner 那OK 簡介就是這麼多